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观察到中信最新所统计的高资产客群报告 在2019年当时台湾整体个人财富的总额是143兆 到2023年已经高达194兆 预估到2027年会来到243兆 也就是说每年大概都是以10兆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那我们要了解 如果每年是以10兆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那么有适度的资金流入到ETF房地产 它就是一个必然的迹象 毕竟在这个年代老实说 持有现金对于高资产客群是相当不利的 也就代表着这群人有极大的诱因 必须要有资产的需求 那这个资产的需求 它就会反映在各种不同的消费层面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具体观察一下 目前高资产客群的财富集中程度 在2023年我们看到 如果是以财富总额来做观察 2023年是高达了32兆 到2027年是高达46兆 那如果我们具体观察真实的方向 是如果是从财富总额的年复合成长率来看 19年到23年 平均每年整体高资产客群的成长幅度 是高达18% 远远超过于大盘8个%的增长 那即便预估23年到27年 由于机器已经推高的原因 可能年增率到9% 还是跑匀台湾整体 接近6%的增长幅度 说明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说这群人的财富增额 我们看得很清楚 好像也不完全是靠持有的财产的增值 因为你光想要靠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房地产的增值 每年有年化18%左右的增长幅度 难度其实是很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的不是说炒短线 几只股票能够翻倍的成长 我们讲的是高资产客群 手上都有10亿20亿资产的这些人 他每年还要以18%的速度增长 这就足以说明了 这些基本上有很大可能 都是属于我们看到的大股东 或者企业的盈利者 这些人才有可能达到财富 快速跃升的条件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台湾为什么在2020年以后 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内资买盘 因为有一群人受惠于全球半导体的带货潮 形成明显的财富增额 这个就是目前刚性买盘的真实来源 那只要这些人他还领得到钱 还有资产增长的空间存在 我们就足以去肯定 这些人接下来还会继续买ETF 还会继续买房地产 我们先从一个宏观的消费来做观察好了 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房地产价格这么高 或者说现在我们看到 ETF价格台北股市被炒得这么高 而且都是内资所为 很有可能是一个金融泡沫 可是我们通常在判断 是否具有显著金融泡沫的同时 有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指标 那就是消费有没有跟上 如果他同时买了股票买了房地产 但是他本身的消费也在提升 吃的餐厅变好了 那我们就能说经济的确在变好 可是如果只有房地产价格显著上涨 但是人均所得并没有提升 那我们就说 他可能会有金融泡沫的攻坚存在 好 那我们就来观察 到底台湾的内需消费为何呢 张图表是我们看到财政部 从G6多的百货业的业绩趋势 如果我们以总观来看 基本上这2021年以后 每年都在创下历史新高 那真正留意的观察 是我们看到财富集中之地 也就是橘色线的台北市 台北市在过去14年到2020年左右 基本上每年的百货营业额 集中在1200亿左右 已经好几年没有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了 这就代表着 当年陆克政策相关发酵以后 对于台湾的百货业 已经很难有进一步的拉抬空间 可是我们看到在2021年以后 基本上台北市的营业额 在2022年已经飙升到1600亿 到去年年底为止已经来到1800亿 也就是说从1200亿到1800亿 在两年内 我们看到台北市的百货业子 居然增幅是高大物成 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是完全的金融泡沫 为什么 因为股市创高 房市创高 它买股买房 也买了很多包包 而且买包包的幅度 甚至大于买股市 买债券 买保险 买房地产的幅度 因为市场的资金 以及经济的旺盛 的确集中在某些高资产客群 那事实上不止如此 我们看一下图表 我们看到绿色线像是高雄 或者像是台中 或者像是新竹 或者像是桃园等等 整体而言 在近两年 百货业者都在陆续创高当中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迹象 如果我们具体观察 在各大地区的业绩排名 现在在全台湾商场当中 排名第一 业绩第一名 在2023年高达258亿台币的 是星光三月的台中中港店 2022年仅仅只有245亿 年增幅是高达5.3% 第二名是台北101 整体业绩是220亿 第三名又是台中 台中人真有钱 台中大原版的部分 整体业绩是来到214亿 第四名是SOGO 不管是我们看到的 星光三月的台南西门店 汉神巨蛋 新竹的巨城 高雄的梦时代 汉神或者桃园的华碳名品 板桥大原版 我们可以观察到 目前台湾的商场 无一例外 全部都在2023年的营业额 创下了历史新高价 那也就代表着 市场有非常明显的 刚性买盘 而且这一波的刚性买盘 也似乎不是完全集中在台北县市 而是各地台华 基本上 也这也是由于 科学园区在各地设立以后 所形成的均匀增长带动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内需方向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是以百货公司 龙头星光三月来做一些观察 在2011年到2021年 这10年之间 我们看到 星光三月的营业额 每年大概就是维持在 7000多亿到8000出亿左右 已经长达常年的平稳 但是在2022年 突然暴增到887亿 到2023年来到945亿 今年甚至有可能挑战千亿 如此高强度的增长 足以彰显 台湾人现在的消费力 正在快速地提升 当然它不包含着全民 但是有某些资产客群 正在疯狂消费 原版的业绩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当时在2012年左右 原版的业绩 每年大概就在400亿左右 结果在2022年 飙升到570亿 到2023年飙升到628亿 这个就是内需消费 所引起的带动空间 那很多人说 有没有其他数据可以佐证 也许这只是高资产客群 所形成的带动 如果人数仅仅就是 十几个人 几百个人的消费 对于台湾整体经济影响 真的没这么大 的确 你大可以把它全部推给说 某些人买了一些 某些特别贵重的奢侈品 所导致百货业绩的提升 可是我们要观察的是 这群人的人数可不少 目前台湾高资产客群 按照有具体统计的 大概10亿元以上 在台湾大概是 接近11万人左右 只不过呢 我们都很清楚 一定会有黑数 包括其家族人口成员的分布 很有可能在台湾 高资产客群 可能会有接近50万到80万 就以台湾的科技从业者来看 是高达80万人 这些人都有可能是 潜在的钢性买盘 而这些人 他有庞大的人口 足以去支撑部分消费的关键 我举意来说 我们看到 最近清明廉价才刚刚结束 但大家会发现 非常有趣的迹象 就是事实上 台湾已经连续几个月 出去日本玩 比在台湾玩 还要来得更加便宜了 可是台湾的旅馆 房价和住房率 却双双创高 你说房价的创高 我们可以把它推给 厂商可能比较黑心 或者说 还要反应通膨的要件 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住房率居然也创下时高了 我们以台北旅馆的房价 和住房率来做观察 在2020年 当时遭受到新冠疫情左右 台北旅馆的平均住房价 是3000块左右 如今是高达6000块 翻了一整倍 涨幅是100% 同时间我们看到 台北的住房率 也从当时的15% 现在飙升到80%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不只是看到 台湾的旅馆住宿费 房价很贵 居然这么贵 还有这么多人入住 那这群人我们相信 就是购买ETF 就是购买房地产的重要推手 事实上我们都很理解 这群人肯定不是海外旅客 为什么呢 我们从入境台湾旅客的人数 你像是韩国和日本 都已经超过19年的 暴富性水平的消费了 结果台湾到现在为止 才收复八成 如果以整个2023年来看 过去一整年的人口流入量 远远低于15年到19年 任何一年的人口流入 这就足以彰显 我们看到像是金华酒店 台北喜来灯 韩社艾美 或者蓝车金英酒店 基本上全部的住房率 都在创下近几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第一ETF的买盘 必然有原因存在 而这些买盘的原因 它是一整条连贯性的 从消费链到股市面 那同时间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没有意外的话 现在4月份很快就要公布 国泰和新银房价指数了 那事实上从目前的数据 基本上已经证明 台湾在今年Q1的房价 已经创下时高 如果投资朋友 有稍微去留意一下暗场 或者了解一下 金华地区中股的情况的话 你会发现 低总价物件几乎是用抢的 真的就是用抢的 我还特别去观察了一下 台湾房市各地的情况 老实说 目前的房市乐落程度 完全不亚于 20年到21年的水平 市场的刚性买盘 正在大幅度的进出当中 我们具体来说 如果是以整个6多的买卖移转动数 以前两月份来做观察 你会观察到 年增率大概是接近有4成左右 那说明什么事情呢 因为通常在交屋前两个月 就已经差不多买定了啦 这说明去年年底的销售情况是不错的 年增率是高达4成啦 这就代表着过去我们还会怀疑 房价涨高 没有人卖啊 或者说没有人买啊 所以房价上涨可能是虚的 可是现在买卖移转动数 已经高达接近4成的增长 而且是无一例外 全部都在拉抬 那么尤其在这一次3月份 买卖移转公布之后啊 平均上涨幅度 交易量大概还是有三成左右 我们再举例来说 如果是以五大房仲品牌的 3月份门市的交易量 永庆房产增长幅度是2成8 住商是9.3% 中性是1.2% 台湾房屋是32.3% 新一房屋是双位数字的成长 好那你当然可以说 现在爆量下跌 你当然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没有意外的话 基本上3月份房价 一定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就是刚性买盘 它所伴随之而来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以19年到23年 台湾整体预售屋的交易价量 22年到23年 其实房市算是蛮成奇的 23年主要是下半年的 新清单点火所致 我们看到全台预售屋的交易件数 在2023年 不管是从件数还是总销计额 其实都已经创下新高 去年总销金额是高达1.6兆 这说明什么事情 2024年随着第一 景气正在复苏 第二市场的消费持续 第三ETF所导致股市激起也高 所形成的另一部分的资产条件 毕竟很多人可能持股 从万额报到2万点 他难道不会想要买个房地产 如果有行为的资金 想要多一些币钱吗 他手上有1000万 花个200万付个投机款 好像不为过吧 这个就是台湾真实市场的概况 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以承认的事情是 2024年的景气 从周期逻辑来看 一定比2023年来得好 也就是2024年 这些工程师或者资产阶级 所领到的配息 领到的bonus 领到的年终 以及今年它的总年收入 一定比去年来得多 那我们就要肯定一件事情了 今年它的资产需求 一定比去年强 去年在资产需求 由于景气下滑的原因 都没有那么强了 但是总销金额都已经创高了 今年能够差到哪里去呢 那当然了 这个居住正义这一块 我们当然有很多角度 可以来做一些思考 但是我们不得不否认的 一件事情是 现在有一群人 手里手上有大量庞大的资产 这群资产 它可能也没有任何炒制的意愿 但是它非常害怕 手上的现金被通膨给失掉 于是它就有了 资产的需求存在 当你了解这件事情以后 你就会了解到 房地产市场 能否上涨的关键 不在于我们看到 实质的居住人口有多少 而在于到底台湾人的口袋 有多深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 观察房市 股市 债市 以及未来长期资产 能否上涨的关键 只不过到2024年为止 到现在的趋势 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也千万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思考 给行情上的一些留意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财经浩角再相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